美国国务院16到18号 在华府举行第二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 台湾再度受邀参加 驻美代表高硕泰与台湾首任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 步行大力联媒出席 与全球106个国家及相关国家组织的官员互动 高硕泰表示台湾宗教自由人道援助是强项 因此在推动全球宗教自由上 台湾绝对不可以缺席 而且要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那么我们也在今年的三月在台北举行了 第一次的印太公民对话促进宗教自由 那么我们也承诺捐献100万美金 让有一个宗教自由的基金来帮助世界各地受到宗教霸凌 压迫的苦难的这些族群 那么除了这个基金继续推动之外 就是怎么样成立一个国际宗教自由的联盟 那么目前是有一个概念的成型 高硕泰也指出 今年美国特别安排美台国际宗教大使布朗贝克 与布兴大力举办双边会谈 就会议主题 台湾在人权价值理念宗教自由上 对国际社会做出的实质贡献交换意见 至于明年是否会再与美国国务院合作举办 印太宗教自由论坛 布兴大力并未明说 但表示会持续举办民间宗教论坛 并邀请布朗贝克来他与会 给朗贝克举办民间宗教论坛